正在苦追那年花开的瓜友们 你们是不是还在猜到底谁毒死了吴P 谁是下一个领和犯的人 还有周莹到底喜不喜欢沈欣妮呢 小八哥在这里为大家带来一则不负责的剧透 昨天有网友晒出了电视剧报上 刊登的那年花开之后几集的剧情剪辑 根据这张报纸上写的 赵大人升了关 杜公公被打断了腿 胡永梅也亲口向周莹承认了 是他用镜高毒死了吴P 打赌赢了的老铁们现在可以去收钱了 当然你们最关心的新银链也有了进展 周莹对他爹承认已经对沈欣妮动了心 新银党终于可以头顶晴天了 但是呢这本无敌剧透到底靠不靠谱 小八哥可就不敢保证了 话已经说到这里 剩下的就靠大家慢慢追剧一一对号了 李晨导演的处女作空天烈 昨天在北京进行了媒体首映 他和范冰冰也在应后一起献身接受了采访 原本只是一次单纯不错作的宣传 但是这秘笔调油的小两口 还是忍不住在现场撒起了狗粮 范爷先是大方地说 看电影的票可以找他报销 然后又改口说应该让导演报销 大黑牛马上附唱附嘴 大声回应你报就是我报 大家辛苦了 有这个多看一张票来找我报销 谢谢 好谢谢 好的那我们就真的拜托大家 帮我们多多宣传了 今年的国庆党竞争非常的激烈 对对对 刚讲说我就想接话的时候 发现大家已经起掌声了 我就把这句话给咽回去了 你报不就是我报吗 这种随时随地虐狗鱼无形的丧命行为 小八哥也招架不住 只能含泪咽下狗粮 原谅并祝福他们了